新北防疫专责旅馆启用两天 住进将近200位的确诊者 最多同时由6台救护车抵达 避免影响住户安宁快到时 也关闭警示声 医护警销饭店业者携手合作 第二天旅馆外出现了台湾最美的风景 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就看到 就是你们辛苦了 那这个就是真的非常感动 我也跟董事长就在分享这个事情 那董事长他也说 这个事情要大家用爱来加油 原本担忧民众对于防疫旅馆有所疑虑 看到社区居民的支持 让放下家庭自愿到前线协助的护理人员 有着满满的感动 我觉得其实还蛮温馨 对我们在辛苦工作当中 其实看到有人这样给我们正面的支持 是很开心的 医院也转贴照片在脸书社群 感恩住户除了在家防疫之外 也用行动支持台湾医疗留下最美风景 大约新闻台北新店综合报导 大约新闻台北新店